虽然肺炎的疫情很严峻 不过花莲市公所各项延续课程并不中断 在符合疫情中心的规范之下 花莲市公所开办了两天的逃逸延续课程 邀请到轮椅上的逃逸家许宗焕来到花莲 指导民众制作手捏逃脯 花莲市公所回来文创生活艺人教室 3月27、28号两天举办了逃逸延续课程 邀请到轮椅上的逃逸家许宗焕来到花莲指导 主题是享壶享福 为期一天半的时间 以手捏逐行茶壶为主题 由老师示范手捏逃的技巧 今天安排的课程能够带给各位学员 有一些做法上的刺激 因为茶壶它本身的技法 主要分成两个脉络 一个是拉胚的方式 一个是手捏的方式 那拉胚它需要的是什么 一定是要点 还有拉肥肌 这两个不可或缺 但是徒手成型的话 它就很自由了 只要你有徒 有简单的工具 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玩到哪里 它不受到空间的限制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来玩 索内的这个创作 那在这个制服过程当中 当然有很多人他有做过茶壶 那茶壶的申请方式也有很多种 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方式 希望能够结合到你们以前 所接触到的那个过程里面 那也希望说这一次的课程 协会很用心的安排 也能够让大家获得 很好的一个经验的传承 市长温家庭表示 许忠焕老师身上呈现了对生命的正向力量 还有期待 也把生命的能量融入在作品当中 希望花莲喜爱陶逸的民众 可以受益良多 轮椅上的艺术家许忠焕老师 那他是出生在彰化 那也非常有名的一个陶骨老师 那今天也特别谢谢我们协会 能够把老师请来这边 那我们今天上课的学员 也都是我们学会里面 不是初级的学员 是有训练过的学员 来做这样的课程训练 那我今天的课程 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这些学员 虽然最近也是在疫情期间 但是我们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些规范 来做一些课程的安排 那也非常严守一些防范防疫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希望在课程的学习当中 让学员除了能够学习到一些技法之外 也能够重新的学习一些不一样的知识 那也许我们现在在疫情期间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变得比较遥远一点 那我们希望透过一些艺术 还有一些美术的部分 能够把人跟人之间的距离重新拉近 那也希望我们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那花园施工所也持续不断地在办一些小而美的课程 也欢迎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报名 市长表示尽管正值防疫期间 不过生活美学是不间断的 希望学员们可以透过课程学习到使用技巧 将艺术美感透过生活的体验传递给身边的人 介续会欢迎视报道